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十四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四节 题目是亚伯兰的十一奉献 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 亚伯兰听见他职而被掳去 就率引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但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对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靶 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 连他职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 人民都夺回来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 沙维谷就是王谷 又有萨兰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远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只有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 亚乃以十个 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我们在上一篇中谈到 那片土地上有所谓许多的王 那些所谓的王 更像是我们今天的三大王 带着几十个或者是上百个武士 就可以出去征战和掳掠 他们中间还有互相彼此结盟 彼此合作和对抗 而当时所发生的事就是 四王结盟和另外的五个王结盟的 相互征战 那四个王赢了 他跟他们就掳掠了 那五个王的财宝还有人民 其中就包括居住在 索多玛城的罗德 他是亚伯兰的侄儿 现在他所要面对的命运 可能是要终身为那些王的奴隶 那有没有人可以来拯救他呢 他绝对想不到的就是 他曾经占过便宜的叔父 就要来舍身冒险来救他 亚伯兰所带领的 就是他家中的三百一十八名壮丁 为什么他家中要有如此多的壮丁呢 应该是要来耕地或者是牧养牲畜的 也就是所谓的庄家人 他们平常所拿的是农具而非武器 如果是有些武器 那也是用来对付侵犯他们牲畜的野兽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经验对付战场上的军队或者土匪 但是因为亚伯兰爱罗德 亚伯兰家中的壮丁也爱亚伯兰 这样一支军队就要去追打那刚刚征战得胜的四王的军队 以及他们所带的卢物和俘虏 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带的俘虏人数众多 然后走得太慢了 也可能是因为征战毕竟是他们的团伙已经有所损伤 当时剩下有战力的丁源 可能只剩下一半不到了 这些虽然是打了胜仗的征服者 但是其实已经是归心事件了 当亚伯兰带着完整立足无伤无拒的三百一十八名壮丁 拦住他们去路时 这帮匪徒可能已经无心也无力再战了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就是或者是丢盔弃甲 或者是只顾逃命 总之他们将他们的卢物以及俘虏都丢下来了 这可是他们此次出征的主要目的 亚伯兰打了圣仗 就有王出来迎接他 有索多玛王在沙维谷迎接他 而沙维谷就是王谷 这就是说索多玛王其实是以王来看待亚伯兰 索多玛王来迎接亚伯兰并不太值得记载 但是有另外一个王出来迎接亚伯兰 则是特别让圣经记载下来 那就是萨兰王麦基喜德 这里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当四王出来与王争战时 我们并没有看到萨兰王的名字被提到 说他是被卷在其中的 当四王得胜之后 带着卢物和俘虏踏上返徒时 我们也不见萨兰王出来迎接他们 这说明他不是一个投机者 但是当亚伯拉喊 亚伯兰 这个并不是王的牧人头子 打败了四王的联军 萨兰王麦基喜德 为什么就带着酒和饼出来迎接亚伯兰呢 难道他不怕呢 落败的四王只是暂时落败 有可能在军队被冲散之后 又再度重新组合 成为联军再杀回来 到时候迎接亚伯兰的萨兰王 也会惹祸上身呢 不会的 我相信萨兰王 这个至高神的祭司 乃是奉神的旨意出来迎接亚伯兰 既然是神的旨意 那么亚伯兰得胜 便是终战得胜 正如萨兰王麦基喜德所说的是 是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而亚伯兰此时就做了第一次的十一奉献 将所得之中 最好的挑出来十分之一 交给萨兰王 当时的索多玛王 可能还在陪在亚伯兰的旁边 目睹这一切 他没有献祭 他也没有向至高神的祭司 求些什么祝福 他所关心的便是从亚伯兰处 得回他所被掳的人口 或许还得回被掳的财物 但是我们知道 最终这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求神怜悯我们 带领我们的一生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